我们就继续看这个亲医子园 亲医子园也是名色圆柄 名色作为名的圆 为什么是这样呢 无间亲医子园 那如果是无间亲医子园跟无间园是类似的 所以是领圆柄 那无间园 是导致 后生名法在前身名法魅境之后即刻升起 那无间亲医子园是导致后生法 这个极度依靠前身法的魅境 的升起之力 所以他是名圆柄 刚愿魅境的名聚为圆法 以强力的无间圆力 使得名聚的圆身法 极度依靠他的魅境神起 圆法及圆身法 与无间园相同 只在与圆力稍微有些差别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 还是名圆柄 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名色圆柄呢 因为他还有 B 这只是A而已 B 的话 先看这个 先一个名聚 他以无间 亲医子园 援助 后面那个名聚的升起 另外 还有所言亲医子园 强力的所言 以所言亲医子园的援力 使得 名聚的 圆身法 极度依靠他 作为所言而升起 因为有这个所言亲医子园 那所言 就有名色 所以对于刚刚无间亲医子园来讲他是名圆柄 但是这个所言亲医子园 他是名色圆柄 到这里名身法 那个圆身法都还是名 为什么 因为 刚刚无间 是名圆柄 这个既然是所言 他的原身法一定也是名 因为只有名法需要有所言 那我们一开始就有讲一个例子 叫做 无丑尼的故事 有没有 五官长得会讲丑 看着他让人很害怕 可是 因为你去摸到他的时候 你就会着迷了 因为他那个 过去叶的关系 让你这个醋 醋是不是用所言 色深香味醋 你看那个国王不小心去摸到他 结果就 被他迷弃了 但是想说把这么丑的女人 娶回来 全宫廷的人都会笑他 这太没眼光了 大臣也没办法接受 所以他就设计 让大家都有去摸过他 结果 摸过他的人 宁愿 不要命 也要再摸 也要再摸 也要想要把他当妻子 所以 这样 全国的人就能够接受说 把这个人 把这个 这么丑的女人 当 王后 那个是不是就是 所言 清理之言 好 那这是强有力的 可义的所言 摸起来很舒服 那个就是可义的所言 可以是颜色的涅槃 涅槃当然是 强有力的可义的所言 我们要是能够以涅槃为目标 那你就是圣人 我们现在不可能以涅槃为目标 但是能够以涅槃为目标 你的心能够以涅槃为目标 马上就是圣人 强有力的可义所言 灵色过的是涅槃 援助这个灵迹的神奇 另外还有自然清理之言 所涉及的层面非常 强而有力的任何法 以自然清理之言的原力 援助灵迹的延伸法 极度依靠他而神奇 我们上次也讲过 现在还能够在这里 这是一种自然清理之言 既然对阿比达玛会有兴趣 还能够 留到现在 很多人早就落跑了 那这个就是跟你过去一定有关系 或者是你学习阿比达玛 觉得 可以学得很快 很容易理解 那么这个也算是一种自然清理之言 或者是你这个打坐 一下子就很贵喔 结果 这个也是一种自然清理之言 为什么有些人就 学得比较快 有些人就学得比较慢 这个都跟自然清理之言有关系 或者是你自然华展你就会倾向于说 我要学佛 但是有些人 就是 对这个完全没有兴趣 那这个也是跟自然清理之言有关系 你会有兴趣 一定跟你的过去有关系 所以他所涉及的层面是非常广的 任何有效的法 明设或概念 以这个自然清理之言援助 明设的升起 再过来就是前生言 最单纯的两个言 就是前生言跟后生言 前生言是色源明 刚刚我有讲过说 我们在生命期间的每一个心 都要靠前一个心的时候升起的 心所一处色 来升起 那一个心所一处色就是你的前生言 而且是前生一子 前生言 属于圆华 而且已经到达注食的色华 注食属于圆生华的圆华 随之神起 他在注位的时候 像刚刚讲的 前一个心的时候升起的心所一处色 到这个心的时候 他至少见过了生 注 妹 然后生 对不对 就是三个小刹那 一个心是刹那 可以有三个小刹那 第二个小刹那 就已经是注位了 所以 到达注位的时候色华是属于圆生 属于圆生华的明华随之神起 第一个 所缘前生言 由于过去有婚生起的现在十八完全色之一 作为现在明记的前生言 我们知道二十八个色华有十八个是完成色 他是常观的目标 那么过去有婚的时候生起的 作为现在明记的前生言 比你刚刚讲的 那个在过去有婚生起的 那个眼镜色 是现在的眼视的前生言 对不对 然后 如果 有依处前生言 于前一心生起 而且是注食的心所依处 作为七十五名记的前生言 注意看 你看 他是不是讲前一心 前一心 于过去有婚生起 且达到诸位的五境生 你看 在讲 五世的时候 那么他是过去有婚的时候生起 达到诸位的五境生 是 作为双五世的前生言 这个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他们的差别 一般的心 这七十五个名记 他的 依处前生是 前一个心的时候生起的 心所依处生 但是 双五世 他是 他的依处是在过去有婚的时候生起的 那过去有婚生起到现在一定是诸位 刚刚讲说 他有四个姓氏撒纳 四个姓氏撒纳就有十二个小撒纳 当然是在诸位 因为色法的诸位 有四十九个小撒纳 那前生言 不援助无色戒 谷暴心 因为无色戒谷暴心 我们在第三章学过 色戒 跟无色戒的 谷暴心 只有三种作用 就是 结身 有婚 死亡 的作用 你要体验到色戒跟无色戒的果暴心 那就是投身到 色戒 或者是投身到无色戒 因为他的作用就作为结身有婚死亡之用而已 但是 在欲戒的话 像说我们有八大果暴心 八大果暴心 有几个作用 还记得吗 四个作用 他除了作为结身有婚死亡作用之外 还作为彼所言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色戒跟无色戒的果暴心 他只有三个作用 要体验到这个果暴心 就是要投身到那里去才能够体验它 所以这个全身也是不援助 无色戒的果暴心 因为投身到那里去就 无色戒就没有色法 这个无色戒 投身到无色戒 可以说是八难之一 只是因为你没有色法 你没有眼睛没有耳朵 我们要温法 可以用眼睛看经书 可以用耳朵 听人家说法 但是 无色戒都没有色法 当然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 没有办法温法 可是有一个例外 什么例外 假如你已经修道 出道出国了 你投身到无色戒去 你投身到无色戒去是OK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可以自己在进修 因为你已经 已经有 出国了 因为你要证得出道跟出国 一定要透过 文化 你已经 出道出国了 所以你去那边 去到无色戒 不必在文化 你可以自己在 既有的基础上 继续修 但是如果你 没有证得出道出国 然后你有无色戒的禅定 临终又入无色戒的禅定 然后 投身到 无色戒去 那你就是在那里待很久待很久 都不可能文化 不可能文化 所以他是一个八蛋之一 没有办法 文化 就 没有解脱的 一个开始 后生年也是很单纯 后生年就是 明元色 我们全身年是色元明 后生年是明元色 明作为色的元 后生的明法 他以后生年援助 在前一个新的时候 是因所生的色法 那是是因所生的色法 就是所有的色法的意思 心生 夜生 时节生跟时生 我看 后生年是 此元的元法 支柱及增强 在他之前生起的元生法 此元的元法 是后生的心与心所 元生法 是在该心的前一刹那 那里生起 由一切是因产生的色法 是因 心生 夜生 时节生 时生 他是明元色 后生凝聚的85心 现在只能85心 就是89心扣掉 无色界的四个果报心 你一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只扣掉 果报心 没有扣掉那个无色界的四个善心 或者是无色界的四个维修心 因为刚刚讲的 那四个无色界的果报心 你要体验的话就是一定要投身到那里去 你是没有色法 但是我们现在虽然是欲界的人 我们有没有办法体验 无色界的善心 可以啊 你当你修 修到无色界定的时候你就是体验无色界的善心 当你是阿罗汉你又有 无色界定 你就是体验了无色界的维作心 所以 你还是那个心还是要靠 还是可以去援助你的色法 对不对 所以是后身的85心 作为 色身 资助 增强 前身 适应所生的设计的 后身炎 那么这时候你要知道 像演示 他就可以以后身炎来援助 在 五门转向心那时候 那时候是因所生的设法 这里你要把他理清 就是当你在讲前身炎的时候 你那个演示是靠 前面四个心事上那里就是在过去有问那里 升起的那个眼镜色被撞起的那个眼镜色 你是依止那个而升起 但是 现在 后身炎你这个演示 是援助 有一个五门转向心那时候 是因所生成的设法 这个是 后身炎 再来 从五元 刚刚后身炎是名颜色没有问题吧 我说最简单的两个元就是前身炎跟后身炎 前身炎是色元名 后身炎是名颜色 是 那重复元呢 是柄元名 为什么 因为 重复元会重复 同样的心一直重复 一定是在数行星 所以一定是柄元名 对不对 一定是柄元名 重复元属于元法的名法 导致与他同类 但属于元申法的名法 在他灭尽之后 更强 更有效率的生起 那前一个数行 47种星 作为现在数行的名句 51种星的重复元 这里 47 跟51 哪有把它写出来 已经是 比较深入一点了 大家知道 第三章学过 数行星总共有几个 社界以上 预界有29个数行星 社界以上有几个数行星 先问 社界以上总共有几个星 35个 扣掉 那9个果报星就是 社界的5个果报星跟无社界的4个果报星 扣掉那9个 就是26个数行星 那一般的数行星 不是善星 就是不善星 不然就是微作星 但是 有 比较特别的 4个果报星能够作为数行星 是哪4个果报星 就是初世间的4个果报星 就是初世间的4个果报星 现在 就是55个数行星 扣掉那8个 初世间的星 就是47个数行星 扣掉8个初世间的星 就是 47个数行星 作为现在的 凝聚的 51个 这51个是55个 扣掉 这个 4个 果报星 好 好 先 复习一下 说55个数行星 这个 我们从这里来看 55个数行星是哪55个 10号不善星 当然是可以当数行星 对不对 8大善星 当然可以当做数行星 这个 8大微作星 再加上 阿罗汉 孝星 这里 这里就是12个 这里是8个 这里是9个 我们讲欲界的29个数行星 指的就是这29个 然后 社界以上 就是 扣掉这9个以外 这29个 这26个 这26个 所以就是 总共就是 刚刚这里29嘛 一界29 对不对 然后再26 所以就55个数行星 那55个数行星 刚刚的47 跟 51 指的是什么 刚刚的 47 就是 55要 扣掉 这8个出世间的心 这8个出世间的心 不能作为 重复元的元法 为什么不能作为 重复元的元法呢 因为 我们以那个 出世间心来讲 这个是道心 这个是果心 道心之后下一个撒那 就是果心 对不对 不一样的心 不一样的心怎么可以说重复呢 对不对 然后 这个果心 虽然 入果定可以有很多果心 但是这个不是 你有那个果心 是因为你 有那个程度 并不是由这个 这个果心来援助下一个果心 这个我们 讲了文字叙述的时候 他就会讲得更清楚 这个果心虽然可以有联系很多个 但是他不会提供 重复元 那下一个的果心的升级 不是因为上一个果心 给他重复元 这八个心 不能当做重复元的元法 另外 另外 另外这四个 果心 这四个果心 这四个果心 是不能作为 重复元的元生法 因为 所以 道心既然不能作为果心 提供给果心 重复元 所以 这个果心就 不能 接受 那一个 重复元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四个道心 可以作为 重复元的元法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 他的元生法 是五十一个 是 五十五个数行星 扣掉四个 果报心而已 四个出世间的果报心 没有扣掉 八 没有扣掉那四个道心 我们知道 当你要正道正果的时候 道心之前的心是什么心 就是 总性心 总性心是什么心 是欲界的心 三阴的心 三阴的善心 道心也是排在善心里面 对不对 道心是属于一种善心知道吗 所以 他 可以 总性 给他那个 道心 而且总性心已经是 以 内盘为所言 总性心已经以内盘为所言了 再看一个图 这个解脱的过程 你修到行舍制之后 那么他的 还是继续看无产苦户 然后 随顺制 然后总性制 你看 总性制已经到对岸去了 只是手还没有放开来 差别在这里 他已经以涅槃为所言 但是还是世间的心 但是人已经跨到 出世间那里去了 还没有放开来 一放开来就是道制 道制之前是总性制 总性制还是 是欲戒的心 但是他已经能够以内盘回所言 所以把他 已经跨到 初世间这里来 但是手还没有放开 所以还不算初世间心 他还是欲戒心 就欲戒三阴的善心 所以 他可以给他宠物源 因为他是善心 道制 道心也是善心 这里还不太清楚没关系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再讲这个 因为第九章就是要讲这个 从物源现在知道47跟51 47就是55个素行星 减掉8个初世间心 然后他的原法 五十一个 素行星 就是55个素行星扣掉4个果心 例如 欲戒有限素行 或 世间安子素行 第1个素行星 第1个素行不能作为 从物源的原生法 那最后一个素行不能作为从物源的原法 这个可以了解吧 刚刚的道心也不是第1个素行星 因为他前面还有总性心 他总性心之前 还有什么 骗奏进行随顺 所以 第1个素行星不能作为从物源的原生法 最后一个素行星不能作为从物源的原法 我们就以一般 意见有7个素行星来讲 可以了解吧 第1个素行星没有人给他从物源 对不对 所以 不能作为从物源的原生法 但是他已经既有从物源的原力 可以援助第2个素行星了 最后一个素行星因为后面没有素行了 所以最后一个素行星 没有从物源的原力 他不能作为从物源的原法 那从物源不援助4个果心 这个4个果心当然是出世间的果心 因为 为4能够作为这个素行星的果心 就是 为4能够作为素行的果心 就是4个出世间的果 这个是从物源 再来我们看月源 从物源是明元明 很清楚是不是 因为他在素行星里面 这样月源 是明元明圣 这个月源 一个比较容易了解 一个不容易了解 寄生月源比较不容易了解 原法是89星里面的私心所 我们知道所有的心都有私心所 因为私是骗一切心心所 原生法是与私心所相应的心 与心所及寄生色法 那我们知道这个寄生色法在节生的时候是月生色 在 生命期间 是新生色 一个 需要 审慎思考的就是说 所有的心都有私心所 果报心也有私心所 那 果报心 不造业 但是 他有业 所以这个寄生业业的 业 到底是什么 主要看 寄生业业 可以是明元明 这私心所作为同一个名句里 其与明法的寄生业业 所有的心 都有私心所 那个私心所就可以作为同一个名句 是同时 你不要 看到业就是说 这个业一定是 要隔一段时间才会有结果 不是 现在是寄生业业的话 只是 同一个名句里面的私心所 他就有一种 原力叫做业业 来援助同一个名句里其他的名法 那这个是寄生业业 那另外他也会援助他的寄生设 在 洁生的时候私心所作为寄生业业业 设计的寄生业业 譬如说刚刚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 一个人是三阴杰森的 刚刚举个例子是三阴的素行星 然后现在假如说是三阴杰森 三阴杰森同样的 也是有三十四个名法 三十四个名法 那么这里面 他的骗离切心心所 的私心所 在杰森的时候 那个私心所作为寄生 夜生设计的寄生业业 那个私心所 可以业业来援助同时升起的那些 夜生设计那三四个夜生设计 另外 在生命期间 这个私心所作为寄生 新生设计的寄生业业 生命期间的寄生设计是新生设计 所以这个地方常常会有很多人 没办法了解 这是说 在生命期间 有些心 是有心生设的 我们知道 89星里面有哪些星是没有心生设 双五四还有那个无色界的果报星 所以是有 这个 75个星有心生生 那个75个星里面也有私心所 那么那个私心所 它会作为 寄生的心生设计的寄生夜 你不要以为说 既然是夜园那一定是援助夜生生 不是这样 只有在洁生的时候 这个私心所 援助寄生的 夜生生 那在生命期间 私心所是援助 巨生 的新生设计 这个比较难理解的是巨生夜园 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 益叉那夜园 益叉那夜园就是说 那个私心所所造的夜 所以 它是 隔一段时间 才成熟 产生果报星 产生 夜生生 而原法与原生法之间 隔着一段时间 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是隔的这个时间只有一个星是撒玛 那就是道星跟果星 道星是阴 果星是果 那我们在 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有讲过 我现在再把它重复一次 我们异界所造的夜 异界的那个 手法不善心 跟八大善心所造的夜 一定要隔一段相当的时间 它才会成熟 这一段相当的时间 可能是今生的 也可能是下一生 也可能是以后你还没有解脱的 认可一生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七个素行星 第一个素行星是当身受报 如果没有受报 阴廉不居足 就是无效夜 中间的五个素行星 是下下身在生命里面都会受报 第七个素行星 是下一生 受报 如果没有受报 他可能 没有受报他就变成无效夜 那即使是当身受报也是要隔一段时间 我们根据 这个巴黎经典来讲 如果你要当身受报 不管是三夜还是恶夜 都是要很重很重的 还有可能当身受报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我今天捐出这个 看到一个很穷苦的人 我捐出他 我最深就会说 一般这种夜还不够大 要大到什么程度 他老说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阿罗汉 刚入魅禁定出来 那你 你刚好去供养他 那这个夜就很大 那可能会当身受报 这是三夜 那如果是恶夜的话 像迪伯达多 分裂生团 当身受报 就是 地裂开来掉下去 投身到地域去 当身 死的时候就受报 下一生 地域 迪伯达多现在是在地域里面 那个 是很重很重的夜 才会 不管是三夜还是恶夜 才会 单身受报 那 一界的夜是这样 那色界的夜是什么受报 色界跟无色界是下一生 不一定是下一生 就是说 你到临终之前还能够拥有那个禅定的力量 那你是下一生会受报 临终之前你还能够入禅定 色界场你就会投身到色界天 临终之前 你还能够入无色界场 你就是投身到 无色界天 他是下生受报 没有当身受报 一定是下生受报 刚刚讲 色界跟无色界的果报心 只有三个作用 就是结身 游温死亡 所以只有投身到那里去 才会用得到 但是 初世间的善业 道心的那个善业 下一个心是刹那 就受报 你连道心之后马上是果心 而且道心 就只生起一次 在你的生命流之中 就是你这个生命流之中 那个四个道心 都只生一次而已 总共只能够体验一次 因为你真的出道之后 以后就不会再有出道心 但是 出道心之后马上是果心 以后果心可以很多次 因为你可以入 出果定 那这个果心就可以生起很多次 但是道心就只能够生起一次 那我们看这个 一刹那越远 明远明 过去 这个 再把从头练一次 缘法与缘身法之间隔着一段时间 此缘的缘法是过去的善或不善思 缘身法是在 结身与生命起里的果报心及其心所 以及越生色 注意 一刹那越远 他的缘身法 是 结身与生命起间的果报心 还有他的心所还有越生色 那刚刚 继生越远 他的 当然在结身的时候 他援助的是 越生色 是 那继生心本身就是果报心 但是在生命期间 不一定是果报心 这是 那 这个 任何一个心 他的那个 私心所都可以援助明法 那 75个心 他的那个私心所 可以援助 巨生的色法 明言明 过去照着善或不善思心所 作为现在果报远迹的 一刹那越远 包括道心与果心 那还有明言色 过去照着善或不善思心所 作为越生色迹的 一刹那越远 这样 一刹那越远是不是比那个寄生越远容易了解 然后 之后 我们还会 还会 再详细讲他的原法跟连续法 要详细讲原法跟连续法 的时候 就是要 讲哪里 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是 中阶了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夜 讲到中阶的时候 夜远你必须要了解这一些 寄生夜远 明言明色 明言明 明言色 明言色 这是 原法是89心里面的私心所 然后原生法是89心 51 个心所 那么51个心所是52减掉寄生师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你52个心所里面你扣掉师心所是不是剩下 51个心所 然后还有新生色 生命期间是新生色 结生的时候是结生夜生色 这是寄生 夜远 另外 一刹那夜远有 一刹那夜远 明言 明色 过去33 33个善或不善心的私心所之一 那33个心是哪33个心 这个就已经是很复杂了 很复杂了 然后 还有自然心里子夜远 另外还有无间夜远 无间夜远容易了解这个是道心里面的私心所 因为 道心之后马上就是果心 所以 这个是无间夜远 你看他的 这个是道心 原法是道心 四个道心里面的私心所 原生法是四个果报心 还有36个心所 为什么是36个心所 那就是你那个果心里面最多是36个心所 第2章就有学过 不过现在 讲这个会太深了 这个表是哪里来的你知道吗 这个表得来是很辛苦的 本表参考缅甸农数长老字表 将原有的24元转开成52元病新增 原法与元所生法 说明 这个表 然后 是 我跟某位法师 要的 他们是用作笔记 用铅笔写的 然后 提供给明法尊者 明法尊者再去把他 整理成 这样 这个夜远 伊莎那夜远 然后 过去照着上洛伯山私心所作为 夜深设计的伊莎那夜远 所以要记住的就是说 伊莎那夜远 他的 原生法 是 果报心 跟A神社 但是聚身夜远 他的原生法 是除了 私心所以外的聚身明法 还有 聚身色法 节身的时候是A神社 生命期间是新神社 这样能不能区分 不过现在还是初节的而已 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 现在就讲到这个A元 下个礼拜应该就可以把这个 投影片讲完 再 往前推进一点点 那 往前推进的时候 是要 讲哪一个呢 黑板上有写 往前推进的时候是要讲 那个 八支十九 是要找这边的 这个就是八支十九 跟这个投影片 差不多 但是 更深入一点点 一定要 行序 渐进 不能跳得太快 这个讲完了 再讲这个 阿罗佛罗尊者 的分裂法 就是说 整个投影片 要把它看得懂 需要具备的知识 那初节大概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回到 经节那里 把经节讲完 时间到了我们就 做回向 大家来一起练 一达美姑娘 阿沙瓦太阳 法昂好渡 一达美姑娘 妮巴那沙 巴结好渡 妈妈 把汗瓦太阳 沙瓦太阳 沙瓦太阳 向 亚瓦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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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瓦太阳